全油管最快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宣布 3月24日为全国哀悼日 纪念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 这起袭击事件让人们感到震惊和悲痛 也提醒了全球对恐怖主义的警惕 我们要向受害者表达深切的哀思和同情 希望俄罗斯能够从这次悲剧中团结起来 共同面对恐怖主义的挑战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坚强 愿和平永驻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